我发现杨俭自从出了这个六元皮之后 前期是真的强 我都不敢跟他硬杠了 他这个皮肤叫什么来着 次元傲式 简称 次傲 这波跟他互换状态 谁能杀谁 就看下波斯极限了 我现在的血量是斩杀线 杨俭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他肯定会通过第一个小兵位移过来 往后躲一下 他没打到我 但打到了小兵 触发了二几能的真伤 离他远一点 被狗到了 清兵生死 我有大招 他不敢狗过来 犹豫就会拜拜 我看到司空阵来了 是想过去捆他一下的 结果他预判了我的预判 他没关系 这个结果都是一样的 回到线上 杨俭看我没有能量 想过来跟我打一波 他空二了 直接翻打 别看我五级 他四级 老头前期打杨俭 其实并不好打 最好是等他空了二再打 其实这波我是有看小地图的 干将下来了 但韩信在上路 只有一个干将 救不了杨俭 凡是能用走位躲的技能 那都不叫技能 干将下来了 二技能打伤害 开出话 扭头再躲一件 走位再躲四件 就这还来抓人 杨俭狗中我了 这么点伤害呀 就这呀 你别说那韩信跑得真快啊 从上路到下路 他一会儿就到了 这个杨俭在蹲我们的住在 他一个人是怎么敢蹲的 他不会要飞过去吧 真飞过去了 我直接昆暗大招赶路 我这个大招赶路很关键啊 兄弟们 直接把他拿下 小哥不得不说 你老父子的位移 用的是越来越熟练了 那必然的嘛 我这上千把老头 就这一段位移 我要是玩不明白 可安行 下面 我给大家展示一波 意识流打法 看到这个杨俭的走向了吗 在他必经之路 打他个出气不易 没想到吧 我感觉对面在针对我 我要换线 这波对面死了两个 剩下三个 不可能都来抓我吧 总要有一个手中塔的吧 出了末世冰心的老父子 配合说话 打两个 没有任何问题 哎呀你们神经兵啊 有毛病吗 中塔都不要了 玩个老头 天天被针对 孙兵丢个沉默 直接捆住鲁弹 别看我一杠三 四个人里面 杀个鲁弹 没有任何问题 边走边A 躲技能 鲁弹人头 给到孙兵 张飞人头 给到扁鹊 我打工 但是杨俭 不忍心看我打工 直接飞过来 给我送了一个 真不愧是 对抗路的好兄弟啊 其实 玩对抗路 最重要的 就是团战目标 一定要明确 对面这个阵容 不用我说 你们也应该知道 团战目标是谁 老父子捆鲁弹 不仅能切个C 还能顺手 把对面的伤害 基本全吃了 我玩老头的思路 就是捆住后排 然后就普攻 普攻到死 死了之后呢 剩下的事情 就与我无关了 那如果找不到团战目标 就拆塔 你要知道 拆塔是永远高于一切的 下面来到主场作战 众所周知 老父子这个英雄 在敌方水晶面前 战斗力上升30% 捆住羊剪 就扛着鲁弹的伤害 先把羊剪宰了 红色能量调一出 鲁弹碰到就死 别看我现在浑身都是特效 都没个人样了 当我说这点血 把韩信反杀了 你们信不信 挂在哪买的 这个挂是在 我没开挂 撕血老头 宰个半血韩信 这不是基本操作吗 那韩信还出了个 铭刀私命 我觉得所有英雄 出铭刀 效果都很差 就光那个光信出铭刀 他 他能坚挺一年 先别划走 视频还没有结束 很多粉丝问我说 最近为什么不玩老父子了 这不是我不想玩 最近我的老头 手感欠佳 我玩老头吧 就是这么个情况 什么月子 老药王 先弄半杯小鸟 不得干 弄半杯 就来这么高 离谱兄弟们 就离谱 你说我的老父子 怎么能完成这样呢 这也是我最近 不怎么出老父子 视频的原因啊 就是 给我整不灰了都 那既然都看到这里了 肯定都是真爱粉了 在这里麻烦大家 帮我点个赞 不知道可不可以啊 谢谢大家